好 今天独家大现场我们带你看看 那么其实现在台北东区真的好多了好多的平价服侍店 如果骑摩托车去的话 可能停车都觉得很不方便 而且就有民众发觉了 原本化机车停车阁的人行道 但是在这平价服侍店陆续开幕之后 通通变成了红砖道 但是没有办法标明说它不能停车 原本的停车可不见了 民众以为还可以停啊 说可能要继续的化线 结果没想到它车停这里反而被开单 民众就找停管处理论 但是停管处却说了 人行道停车看起来现在有争议 他们不清楚到底能不能停 要民众先缴完钱再来申诉 我来这边十几年的时间内 它这边原本都是有白色的停车阁 但是呢因为他们这一次因为民药 他们地砖都翻新 后来有开一张单 看到机车上的罚单 吴先生简直气炸了 因为原本把机车停在中校商圈的停车阁里 停了好几年都没事 但是现在因为UNIQLO进驻 人行道全面翻新变成了红砖道 以为停管处准备重划停车阁 但没等到停车位 却莫名其妙被开单 停管处跟他们开单的小队长 也是跟我说最好不要停 那我就问他说 那是我们缴了罚单再去申诉呢 还是说你们现在是就是施工完了 结果都没有任何的标示 那是在挖陷阱给我们跳吗这样 开单的原警把责任推给停管处 但是打电话去询问 停管处竟然说在人行道停车有争议 不清楚到底能不能停 让吴先生直呼夸张 但是吊诡的是在同一条路上距离不到500公尺的地方 一样是立了禁止停车立牌 但是又化了停车阁 那民众该不该停车真的是不撒撒 要民众不要停车 否则开单脱掉 但是又同步化了停车阁 摆明要让你停 看看这个景象 一整排停车阁中立着一根大大的禁停标志 超讽刺 难怪民众要大呼 简直就是扰民 三菱新闻 范英华 邱俊薛 台报导 好 有穿球鞋习惯的民众 如果踩到烂泥巴的话 你会怎么处理呢 想要洗掉它 那么优先选择都会先用水洗 然后再花个几天把它晒干 真的这么麻烦吗 我们今天带大家一些小方法 比方说这种浇面的鞋子 好